大家如果有看2月12日晚上的新聞 就可以見到這個被譽為未來特首李家超先生 出來去見記者 然後解答了一系列的疑問 就因為他上了去深圳 回見了國內的一些衛生專家 得到一些啟示 下來跟香港大家分享 其中有一點 就是提及到封城 有線記者問 會不會有機會是未來香港會封城呢 先說說 有線我覺得近來可能 可能隨著蘋果、眾新聞等等 相對一些比較貼地的媒體 相繼都有問題的時候 有線好像近來比較用行 問所有的記者招待會 我會見到他問的問題 都是挺針對的 亦都比較貼一點的 當然啦 現在這個時候 明就明 不明就黎明 是不是 這樣 我們說回封城 李家超先生 他怎麼回應呢 他說現階段 是不會考慮封城這個計劃的 那 答得很保守 現階段 甚麼是現階段 那未來會不會呢 甚麼時候會呢 明天 下個禮拜 還是三月頭 是吧 沒有人知道 那但是 我們今集呢 就不如討論一下 香港 會不會封城 我自己的角度來說呢 我覺得呢 就不會封城的 首先第一 為甚麼呢 早點視頻 有這麼多位的元學家 都在這裡預測 很多不同的話題 我認為 如果這麼多位的師傅 看到有一個封城的趨向 是一定會在節目那裡說的 但是 那麼久都沒有師傅說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已經是很低的了 其次 第二點 就是 我們看到 到香港作為一個叫做經濟 或者金融的中心 那同樣地隔離的深圳 有沒有封過城呢 深圳都是在大陸 是一個 即是不可或決的城市 因為經濟 都算是金融的中心 那它有沒有封過城呢 沒有 相反地 我們見通常 有很多一些的封區 封城會在甚麼地方呢 是吧 罵得最厲害的 廣州荔灣區 還有西安 然後 深圳都有的 羅湖 不過 是封得很少 純粹是封一條小屋 這是前三個星期的新聞 來的 所以你說 喂 會不會在香港 去封城 我認為 以同樣都是一個叫繁榮 經濟的城市來講 在大陸 Exactly 在境內 的深圳 都沒有封城 更何況是香港 我不認為 阿爺會給香港 去做一個這樣的決定 雖然 在香港的一些官員 我覺得 其實他們很想封城 為甚麼呢 因為 他們需要 做到一些東西出來 好像做到一些東西 或者叫做 好像做過一些措施 或者這樣說 有些人吃過 回沉味 兩年前 搞了鑊譜之後 請教阿爺 喂 怎樣去解決一下 阿爺給了一些指示之後 處理到 處理到之後 咦 他的位置開始穩妥了 那麼他 就開始 他就覺得 啊 喂 這樣都不錯 是吧 就是 總而言之 我又不用想東西 阿爺有貼士 這樣搞到 當我立功立 那樣 那所以 現在這個情況 我是認為 有人是想封城 但是 中央未必 會給 是不是 那好了 跟著之後 你再看了 就是 封城始終 是有一個 難度在 我想 在現時 香港 這個情況 來講 沒有了一個新年的一個旺季 其實已經有很多一些的餐廳啊 或者一些的玩樂的場所啊 很多的行業其實都已經是出事了 是吧 美容 這些都是啦 戲院 這樣又撿了間了 是吧 那麼 那麼 走家 明星走家 那麼又結業了 啊 鳳城又結業了 這樣 那 所以其實你看到 現在這個情況 你說 可能 喂 封城 封一個禮拜而已 這樣 但是香港 頂不頂得順這件事呢 是不是同樣時間 同一時間地 那麼多個的生意或者店舖都停 是可以解決到呢 我想在一個經濟角度來講呢 是絕對有困難 那所以你說整體 喂 無論是從一個客觀地 那個情況上的比較 再加上那個經濟的狀況 香港要封城 應該是有一定 或者相當地大的一個難度